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就事娛樂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我們今天在攝影棚 真的是有得爭了 因為我們剛剛在錄影之前呢 其實這兩位來賓 已經在這個休息室 爭論不休 他們都在爭什麼呢 爭到底是誰家種的水果比較好吃 我們來歡迎芒果公主跟王子的對決 歡迎喬友姐還有楊哲哥 嗨 依佩 到底在爭什麼 其實不是爭 這是事實 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不爭的事實 對啊 所以到底是誰家芒果比較好吃 當然是玉井的 到底是哪裡 我是覺得比較有名的 應該是台南芒果比較有名 對 你看大家 玉井是大宗嘛 大家聽到芒果都會想到玉井 玉井芒果 對啊 玉井芒果 沒有人在說屏東芒果嘛 屏東哪裡芒果 近十年就是屏東的 仿山跟仿寮最出名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真的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屏東本來都是種蓮霧 屏東蓮霧很有名對不對 屏東蓮霧好吃 對啊 可是後來他們知道 蘋果的這個價錢比較高 全部都不種蓮霧 都去種芒果了 真的喔 是因為後來發現芒果 比台南的那個風味更好 真的嗎 所以大家所有的 一定要擺過去都一樣 而且蓮霧是價值高 但是它的成本 人力什麼都不太高 你明明不是這樣跟我講的 那個私底下跟電視上講 是不一樣的 這也就一樣就對了 他明明就跟我說 因為價錢比較高 好 那如果不要蒸芒果的話 我們今天主題是鳳梨 鳳梨有得蒸嗎 鳳梨就也關廟 我們台南關廟 鳳梨最好吃的 平東有鳳梨嗎 平東你如果真真正吃 去往上查的話 對 往上是哪裡 往路上 往路上 往路上查 平東往上那高雄什麼 高雄往這裡 就是平東是鳳梨的大本雲 有嗎 對 而且是 平東是豬腳大本雲吧 對嘛 你看 一般大家聽到芒果啦 聽到鳳梨都會想到台南 但是屏東很奇怪 為什麼都要跟我們這樣子 因為價錢好 真的是太可恨了 因為屏東的地 就是農產都是美 一樣都是太優秀了 所以什麼都可以 沒有辦法說唱一個 不要就是都很平均啦 對不對 沒有 有鳳梨嘛 然後還有那個芒果嘛 然後我們恆春 我們還有一種那個洋蔥 也是很流利 車程 車程洋蔥 我們今天主題不是洋蔥 我們今天主題是鳳梨 然後鳳梨也是我們屏東 目前我們全台灣的種植面積 是最多的 好啦… 一直模仿啦 但是永遠沒有辦法超越 好啦 今天真的不要吵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要來現場 就是要恭喜這個喬二姐 又發新專輯了對不對 對 而且現在是很紅很紅的 這個八點檔的主題曲 八點檔的主題曲 然後這個送給一位 謝謝 露里沒一星請多多支持 等一下要幫我們唱一下 好啊 這首現在很紅耶 現在因為是搭這個 八點檔的主題曲 請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在追八點檔的話 都會更多支持 今天兩個人要來現場 要PK做料理喔 那PK的話呢 當然我們今天現場 有請到的廚師 還有我們營養學的專家 所以廚師的話 我們為您邀請到就是 柯老大 柯俊妍 大家好 我是柯俊妍 柯老大 你應該沒得真 你是哪裡人 我芒嘎 芒嘎 蒙甲 台北市 就台北 我想說突然他們講說 平東哪裡 然後台南哪裡 我也要說一個檔位 對 芒嘎 芒嘎 芒嘎那個電影很有名 是嗎 對 蒙甲 好 那營養的部分 我們都要交給營養師 劉一黎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你是高雄嗎 高雄 高雄奇山香蕉好吃 好 好 我們之前 芒嘎等一下要嗆誰的故鄉 放出來的東西好吃耶 其實高雄更尷尬 為什麼 因為他們剛好在我們 台南跟東東的中間 在中間 對 好處都被我們 分光分掉 那高雄 高雄人家在做工業 不去做農業 對啊 要在造船好嗎 對 其實台灣有很多地方都很需要 有很多地方的小朋友 需要大家的幫忙 聽說喬佑姐最近有在做工業對不對 最近呢 喬佑在幫助我們的 屏東高樹的持幼之家 然後因為他們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他們可以說是我們 全台灣最小的育幼院 是 然後每一個小朋友都是一個個案 就是呢 可能也有那種就是 孤兒 然後還有就是法院 然後就被送過去那邊的 都是以女孩子居多 然後呢 因為他們的這個 現在的院所呢 都是 是跟人家用租刃的 承租 了解 大概剩下兩年多的時間 就要那個 就被收回去 地要被收回去 那麼呢 院長呢 他很辛苦 一個女人家他也沒有結婚 而且還滿年輕的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去幫助他 他就這樣子帶了那十幾個小朋友 原本是在高雄的山上 把他們帶下來 然後靠著這個做資源回收 然後賣這個Allland 然後養他們 後來呢 在這個臉書上面 募得了這個 募得了600萬 買了一塊地 是 那現在就是要籌募他們的 建院的資金 就是慈愛之家 只有之家 只有之家就對了 對 只有之家 對 那因為我最近呢 就是有去跟一個 我們台南的一位老師 陶藝老師 然後呢 做一個結合啦 就是做一些陶藝品 然後在臉書上有拍賣這樣子 就現在直播啊 就拍賣 然後前一陣子剛剛賣完一批 然後呢也很感謝我們很多好朋友的支持 你怎麼沒有出錢出力 他有出力 才知道這個事情 對 因為我最近這一年來 大概都是在福建地區比較 了解 他今天回來他就有跟我說 他要怎麼幫忙這樣子 有 他很有心 有啦… 就是也是屏東的子弟嘛 對不對 大家一起出 應該是說全台灣人 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啦 OK 好 但是因為我們拉回主題 我們今天兩位要來PK 要用的食材就是鳳梨 那鳳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而且很多人很喜歡吃鳳梨 但我們知道說 鳳梨裡面有很多酵素啊 什麼對身體蠻好 但你知不知道 其實鳳梨還有一個很妙處喔 它可以幫你分解 分辨說 你吃的肉到底是不是組合肉 真的嗎 想知道你買的肉片是不是組合肉 只要用鳳梨原汁 就可以讓它現行 這是我們從市場買來的現切肉片 而這個是從超市買來的冷凍肉片 接下來我們把它們分別放進 鳳梨原汁內實驗 將兩種肉片放置一個小時後 結果很快就揭曉 很完整的一片 打開冷凍的 完全分離 是肉屑啊 實驗結果出爐 從市場買來的現切肉片 在泡過新鮮鳳梨之後 肉質變軟 但肉片仍然完整 但冷凍肉片卻是整個分解 只剩一小團的肉屑 也代表這就是組合肉 它有一個鳳梨酵素 所以它能快速的 讓它肌裡的溫度 把它破壞掉 所以你是組合肉的話 只要碰到鳳梨汁 它就會分解掉 因為鳳梨汁含有酵素 能分解蛋白質 一旦組合肉 長時間浸泡 肉質激勵 就會被徹底分解 所以組合肉 整個會因此分散 中間新聞菜雙幾王月方 高雄報導 原來鳳梨還有這個小妙招 大家可以學起來 所以問你買回來的肉 你想要試驗看看 是不是組合肉的話 你就泡鳳梨汁就OK了 對 其實鳳梨的 在我們做的肉類來講 是非常好用 就是我們在燉很多東西的時候 如果希望它快速軟化 要去燉牛肉對不對 丟一塊鳳梨汁進去 因為鳳梨汁沒人吃 就把它丟一塊鳳梨汁進去 然後它也不會破壞它的味道 反而可以提升它的味道 然後可以加速時間軟化 然後那個 因為它會分解蛋白質 所以它因為組合肉 它是用一種特別的蛋白質 黏著的方式 但是那是實用的 它把它變成圓柱狀以後 然後去黏著 讓它成為圓柱狀 然後去冷凍起來 然後切片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那個 圓柱狀的東西 很多都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你是說有點類似像 有點像 沒有 這是生肉 生肉它可以有幾種加工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把肉捲成 好像我們在吃那個拉麵有沒有 捲成那個肉捲 但是它不會黏在一起 是不是它要用渣的 但是一般來講 那個冷凍的 它就是用一個模型 然後把肉塞進去 然後把它極速冷凍以後再切片 那切片的話 這樣它容易閃掉 鳳梨如果是應用在我們外面 你看那個新聞那個肉 其實是可以分辨出來 但是它用在我們人體 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喜歡吃大魚大肉的 特別記得是大魚大肉 比如說過年的時候 或是你平常 你喜歡去吃那種吃到飽 吃到飽你一定會吃很多肉片 海鮮這些 只要是肉類吃很多 容易脹氣 而且容易消化不良的 那我們吃新鮮的鳳梨 或是喝一點點鳳梨汁 它這個鳳梨酵素 其實在我們腸道內 可以幫助這些蛋白質 趕快快速的分解 比較不會讓你覺得胃 好像堵堵這樣子 不舒服 但是這只針對大魚大肉 如果你如果吃很多澱粉 其實它效果就沒這麼好 澱粉 對 它只對蛋白質 對 蛋白質的部分 它其實有這種消化的功能 了解 所以很多那種保健食品 它有一些什麼鳳梨酵素 這個部分 其實它不能幫助減肥 它主要是幫助你趕快消化 難怪我吃那麼多都沒有醬 對 你吃錯了嘛 對 就當助消化 消化完之後會更餓 對 所以其實 就吃更多 對 會吃更多 可是你知道我們台灣農民很厲害 我們水果種得一個比一個甜 一個縣市比一個縣市厲害 鳳梨其實滿甜的耶 有沒有什麼樣的人不適合多吃 有啦 其實因為鳳梨本身 它的纖維其實滿粗的 所以如果是有一些老人家 如果胃真的是蠕動得沒有那麼快的話 或是常常久做的人 其實不適合吃過量 為什麼久做的人不適合 因為它就不能起來腸道蠕動 所以吃完之後就會容易出氣在那邊 你意思說吃完鳳梨之後 要走一走是不是 要稍微走動一下 因為它其實纖維滿粗的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建議就是 一天如果你要吃鳳梨的話 其實控制在一碗左右 吃鳳梨的話 還是有一些人要注意 如果你在減肥的話 就不能 攝取量可以不能過多了 好 今天我們就是要用鳳梨來PK囉 那兩位 既然都是水果公主王子 應該對水果的掌握度滿高的 喬惟姐今天要用什麼來PK 我要PK的是 香酥鳳梨派 用甜點 是的 那 那現在看我的 楊哲哥 我這個很特別 你不行 你那個不行 我這個很特別 你不要對男生說不行 好不好 對 這個是重點 不要斷亂跟男生說不行 對… 你不會效啦 不會效啦 奶香烤鳳梨 你們兩個都會做菜嗎 兩個都用甜 有偏甜點 甜點 我覺得甜點比較簡單一點 甜點很難耶 不會耶 我覺得甜點比做菜還要簡單 我覺得做菜比甜點簡單多了 甜點一個沒拿你好 其實很容易失敗 對… 你楊哲哥是很愛吃甜點的人嗎 你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好 我想了這兩道料理應該都是 滿符合小朋友的口味 我們今天評審是小孩喔 真的喔 吃四個小朋友 那可能糖要多加一些喔 不行喔 我們營養吃在這裡喔 不要…不行喔 對 營養吃在這裡喔 因為他們的需要 因為我們屏東鳳梨不用 真的喔 然後是什麼 我們台南的食物偏甜喔 好… 兩個人不要再吵 因為評審都不是我們 是小朋友 好 來介紹我們四位可愛的 小小評審 首先歡迎的是 Steve 萱萱 Eric 還有糖糖 好 四位都很有元氣喔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小小姐要先幫我們來示範這道 香酥鳳梨派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包括了有鳳梨半顆 檸檬一顆 砂糖125克 酥皮兩片 黃檸檬皮少許 蜂蜜少許 還有糖粉少許 今天小小姐我派了兩位小幫手 Eric跟糖糖給你 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好 那你們幫姐姐拿那個鳳梨 還有檸檬 還有這個蜂蜜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出發 剛剛姐姐拿那個鳳梨 還有檸檬 還有這個蜂蜜 好不好 好 好 出發 鳳梨喔 拿上面那個碗就好了 刺到了 會刺刺的 旁邊的碗 有一個碗了 那一碗 鳳梨旁邊有一個碗 對… 就很可愛 鳳梨然後姐姐拿那個碗 對啊 她剛剛馬上就刺到了 好 還有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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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 不要拿那個… 檸檬 好了… 日子好棒喔 好… 沒關係沒關係 等一下 Eric你要照顧糖糖妹妹 謝謝她 好 恭喜 還有檸檬 還有鳳梨 謝謝 好的 來 首先呢 我們要先擠出一顆檸檬 對 少許的檸檬汁 對 把它擠出來 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再切檸檬皮 黃色的這個檸檬 把它切成檸檬皮 就是這樣子 對 鳳梨呢 要切 切塊 就是呢 把它切塊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打那個 可好大 如果那個檸檬皮的話 我們平常在家裡 可以怎麼處理 可以把它弄成檸檬皮 是不是我有看一下 是因為我類似像 跑刀那種東西 有一種專門在 搓檸檬皮絲的 真的啊 對 那你不會的話 你就是用那個搓板 搓板我不曉得 你清不清楚 我知道 就是有點 蘿蔔 蘿蔔泥的 蘿蔔泥的那種 其實那個工具有很多 像廚師直接就一把菜刀 都OK了 對 我是說 你們那麼專業 所以你可以去買 那個特定的工具 因為檸檬皮的作用很多 對 我們一般只要那個皮而已 因為皮才有那個 精油的成分 你要那個檸檬香 對 你要那個檸檬香的話 實際上都是來自於皮 並不是來自於檸檬本身 所以你可以去買那些工具 那個很方便 好 那我們剛剛把這個鳳梨也切塊了 切塊之後我們要做什麼呢 要把它打成泥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放到這個 好 我幫你 放到這個果汁機裡面來 好 把它放進來 對 把它放進來 好 我幫你打 好 放到果汁裡面之後 好 把它打成汁了 然後呢 要加入這個 好香喔 要加入這個糖 對 要倒進來這個鍋裡面 好 對 倒進鍋子裡 倒進鍋子裡 好 少許的糖 糖 糖不能太多 對 因為現在養生不能吃太多糖 對 就少許的糖 因為本身有時候鳳梨 它已經很甜了 對 對 不能夠太甜 好 然後呢 還要再加入這個檸檬皮 對 加一點檸檬皮進去 對 檸檬皮是要取它的香氣 對 對 就可以下去煮了這樣子 那煮到一般來講 就是會煮到就是有點焦化 就是它小火慢煮 煮到它有點糖化現象出來 就是開始聞到有點 有點迫變嘛 對 香氣甜甜的 然後呢 它開始顏色變成那種褐色以後 對 這時候你就可以再去做下一個動作 對 把它煮成大概濃濃稠稠這樣子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加糖的原因 因為要加糖才能讓它有焦化的感覺 像我們煮焦糖一樣那種 是 而且容易保存 對 了解 所以煮到差不多有點焦化 有點香氣跑出來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要加什麼 接下來就是要加那個 檸檬汁 檸檬汁 對 來緩和它的甜味 了解 就是也是 放一些檸檬汁進去 內餡我們剛剛炒出來之後 就會像這樣子有點固固的感覺 對 就是像這樣子 其實不難啦 有沒有 你在家裡自己做內餡 而且你自己做那種派 或者是那種餅的話 也吃起來比較健康 就可以不要加那麼甜 我覺得外面一般的甜點都偏甜 對 這就是一般講的鳳梨醬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果醬的話 你再加那個 有果膠的水果進去 像蘋果也可以 或者草莓也可以 有果膠的東西 再去煮一下就變成果醬 如果說我們今天不是 你用蘋果來PK 你用蘋果來PK 你就直接用同樣的煮法 然後換成蘋果就可以了 就變蘋果派 也是蘋果打成泥這樣子 就一樣的道理 好 煮完了內餡之後 接下來妳是不知道 處理酥皮的部分 對 酥皮的部分呢 切成一半 70一樣 對 很像70一樣 好 切完一半之後呢 上面要怎麼弄呢 要把它 不要用太多 因為怕到時候 烤出來的時候它會爆開來 是 對 OK 然後旁邊可以用那個叉子來壓 然後呢 就是這樣子把它壓一壓 是 這樣它就結合在一起 壓就好 不要把它壓破 對 壓太用力了 對 輕輕的壓就好 對 壓它黏起來就可以 就是讓它封邊啦 用叉子把它封邊就對了 對 OK 好 在喬喬姐封邊的同時呢 我要來考楊哲哥一個題目 然後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跟著答答看喔 有人吃鳳梨 感覺嘴巴會酸酸澀澀 甚至是微痛 俗稱是咬 咬雞 咬雞對不對 咬舌頭 下列什麼方式 是可以減緩呢 A 皮削薄一點 B 果肉加點鹽巴 C 切大塊一點 乾脆直接吃 哪一個 這個小時候就有這個姿勢了 厲害喔 什麼 果肉就是加一點鹽巴就不會 果然是屏東有在 有沒有 在種鳳梨對不對 對 所以呢 喬姐你也認為是果肉加點鹽巴 是啊 我們都是這樣子 好 沒錯 而且我的印象當中 如果是正確的話 我們在削鳳梨的過程當中 盡量不要碰到深水 水 對不對 那個刀子不要碰到水 對 碰到水它反而會更加嚴重 咬舌頭 對 OK 但現在鳳梨品種 非常的棒 幾乎沒有一個會咬舌頭 不會破皮的 了解 果然是水果王子跟公主 兩位都答對了 所以真的是 加點鹽巴 因為主要是因為 它裡面剛剛提到酵素的部分 酵素它其實有一點多 所以在口腔裡面 它要跟我們黏膜 所以它會去刺激到 那第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抹鹽巴 但是如果 因為現在人其實有點吃太鹹了 如果你不喜歡抹鹽巴的話 其實菜市場那個阿姨是教我們 就是那個 因為它主要酵素 都是靠近果皮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 多削一點 就是把那個皮削厚一點 然後那個皮不要 越靠近裡面其實 它就比較不容易咬嘴巴 對 有點像牙眼的部分 你就把它削掉 其實它就比較不容易咬嘴巴 了解 就是牙眼不要流太多 就不會咬嘴巴了 OK 好 蕭姐妳做到什麼部分了 來 已經OK了 我要把它畫一刀 好 因為要預防它 爆開 從旁邊爆開 然後要收一點點 好 這樣出來的顏色它會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刷蜂蜜跟刷蛋汁的目的都是一樣 就是讓它焦化的程度比較漂亮 了解 你塗蜂蜜的話 它比塗蛋更容易焦 真的啊 那所以我們在烤的時候是不是要過 因為它有糖 對… 所以最好溫度不要一下它生太高 了解 好的 好 這邊也要 然後刷一點蜂蜜 其實很簡單耶 很簡單啊 比我想像中簡單太多了 現在派皮有那個 我們到超市裡面有冷凍派皮 對… 派皮回來自己可以摺你自己想要的花 你要摺三角形 你要摺蝴蝶 你要摺什麼東西 自己可以摺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送進烤箱烤囉 烤…大概幾度烤幾分鐘呢 大概十分鐘 對…等那個酥皮變成咖啡色的這樣子 對 然後呢再灑糖粉 對… 一般來講是150度左右就可以了 OK 150度 大概烤十分鐘 十分鐘就可以了 很厲害 對 它砰得很漂亮 很厲害 對 它砰得很漂亮 是耶 這很像就是五星級吃下午茶的甜點 五星級下午茶就是這樣做出來的吧 而且很香耶 能不能聞到香味嗎 而且重點是 聞到香味 它的做法算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對… 好 那你上面是不是要撒上一點 什麼東西裝飾 就是這個糖粉 糖粉是不是 對 就是這樣子把它撒一點點 去那個麵包店啊 買麵包那個麵包剛出爐 那甜點剛出爐有沒有 是 很漂亮耶 就像這樣子 對啊 撒一點點糖粉 也不要太多 對… 好 這樣子就完成囉 完成了 那你剛剛做好一個 我們也把它擺到盤子上了 來… 看一下成品 就變成這樣子囉 我想這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而且比想像中簡單太多 對不對 是啊 很簡單 女生做漂亮的甜點 那接下來 楊哲哥也要用甜點來應戰 來看看楊哲哥的料理 楊哲大哥今天要幫我們做一道 聽說也是超好吃的 叫做奶香烤鳳梨 我們有準備哪些食材呢 包括了有 鳳梨150克 蘋果一顆 通心麵150克 蛋兩個 砂糖一大匙 鮮奶50CC 奶油10克 還有葡萄乾少許 你要請兩位小幫手 幫我拿鳳梨 還有蘋果 還有葡萄乾 好 鳳梨 蘋果跟葡萄乾 出發 出發 鳳梨 對… 葡萄乾有了 葡萄乾 蘋果也拿好了 好棒喔 好 把它拿回來 謝謝 OK 謝謝 OK 葡萄乾 這個葡萄乾 還有我們的鳳梨 還有蘋果 蘋果 OK 怎麼做呢 先把它切一小塊 切丁嘛 切丁 對… 切小小的丁 對 平常其實 很通常就是 自己做菜 水果的部分 水果的部分 鳳梨有削很快的 對啊 有那個師傅可以一直 嚇… 那個是削皮 真的喔 那我們基本上 你平常會煮這裡嗎 我都要做水果的料理 水果的料理 水果也可以做什麼料理 水果牌 其實我們如果芒果起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芒果那個 蝦球 就是蝦球 對 然後還有牛柳 芒果牛柳 芒果牛柳 對… 這樣做功夫菜喔 真的 之前有曾經 也是我一個弟弟 也是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大主廚 是 就是一個餐廳的大主廚 是… 然後我私底下有去 去請他說 教我一些水果方面 尤其是芒果的料理 了解 好… 不錯耶 楊哲大哥切鳳梨切得不錯 好 果然是水果王子 好 那量不用那麼多啦 OK 好 那我們另外再切蘋果 好 蘋果 蘋果 其實蘋果跟鳳梨 有一個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 譬如說你去打什麼蔬果汁 果菜汁 有時候那些蔬菜是太強烈的味道 是 有一些水果的味道也不是那麼好 譬如說有人想要喝 譬如說蔬果汁苦瓜 對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只要把蘋果跟鳳梨加進去 沒錯 所有東西都變好喝了 管你是芹菜還是苦瓜 你只要全部把鳳梨跟蘋果 只要加一點蘋果 加一點鳳梨進去 所有的蔬菜汁都變好喝 真的 建議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那個蘋果的籽不要放 對 蘋果籽不要吃 對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要 把這個食材放在我們這個 烤中裡面 對 烤中裡面 好 把剛剛切好的小丁 放進去對不對 對 先放蘋果丁 先放蘋果丁 接下來放鳳梨丁 鳳梨丁 接下來就放通心粉 通心粉 我覺得這道看起來很棒 對啊 霸氣 霸氣 對 其實要請你們吃的 這樣如果要賣 我們成本就要死 是這樣子 要賣的比較小分 要賣的就剪一半 對…剪一半 沒錯 好 放完之後呢 加上我們這個葡萄乾 上面灑一點葡萄乾 對 小朋友對葡萄乾也沒底座 對… 就很想得很寫 那我等一下烤中會爆開啊 你加那麼多 其實這道是小朋友最喜歡的 對 OK 然後接下來呢 差一點點全部給它下去了 放那麼多 對 那接下來呢 然後我們再另外 拿一個碗 拿一個碗 那把我們的這個 鮮奶 鮮奶 倒進去 這個糖 糖 應該不用那麼多吧 大氣一點嘛 糖就不能大氣 對啊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 你葡萄乾已經放那麼多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糖不用那麼多 而且水果其實也滿多 從小就讓它們養成 不能吃太甜的習慣 不是 但是你剛剛講了一個 我真的要糾正你 湯一隻 太多賣湯牛杯 不會啊 不會啦 糖尿病跟糖其實沒有 沒有關係啦 但是吃太多甜會造成肥胖 肥胖跟糖尿病確實有相關 是有連結的 糖吃太多不會糖尿病 不會馬上得糖尿病 不會馬上得 對 不會馬上得 累積久了就會了 好 來 所以你把雞蛋 然後牛奶跟糖放了之後 來把它攪攪 來 OK 攪拌均勻之後呢 之後 然後我們就把它淋在上面 這也不難耶 其實就拌拌攪攪 其實它就有點像布丁 對… 雞蛋跟牛奶然後放下去 然後第一個讓它這些水果 跟通心麵可以結合 黏在一起 吃的時候就有點像布丁的空 像我們有時候歌手藝人 他出門在外的話 如果太麻煩的話就餓死了 所以簡單一點 真的 真的要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可以填飽肚子 然後這個 這個butter要幹嘛 butter 奶油 這個 我們把它就是放在旁邊 這樣就可以 為什麼呢 做什麼用呢 沒有 要防沾黏 對… 或者是說你怕沾黏的話 是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你會直接先塗 橄欖油應該也OK吧 油脂都可以 OK 好 油脂都可以 接下來你就要把它送進去烤對不對 對… 好 好 那你就幫我們送進烤箱囉 那在楊哲哥送進烤箱之前 我們就來出一個題目 來問問大家 然後順便呢 我們的喬二姐幫我們打一下 來 大部分的鳳梨都集中在甜粉的地方 都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請問是鳳梨的哪一個部分呢 A 上半部 B 中間 C 下半部 大部分的鳳梨都集中在甜粉的地方 都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請問是鳳梨的哪一個部分呢 A 上半部 B 中間 C 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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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真的嗎 不是中間嗎 不是中間 我所謂的下半部 是接近它的那個 就是長出來那個部位 那個部位 底部越甜 底部是越甜的 了解 那楊哲哥 底部 底部喔 一定是底部的啦 這假的 如果是我這種 家裡沒在種水果 我會猜 這中間 結果答案是 底部 因為它直接吸收 那個營養的部分 就是底部 它越往上 它的營養 越沒有辦法 直接到上面 其實鳳梨也有分材杖黃的 什麼 材杖黃的 它在黃的 成熟的時候 它是往這裡先上去 對 這個也是 從這邊先黃 然後這邊還是綠的 對 芒果也一樣 對 那如果是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要挑鳳梨 是要怎麼挑呢 因為它看起來都 每次放在那邊 我每隻我都覺得 它看起來都一樣 其實現在的鳳梨 像有些拜拜 是會買綠的 而且他們賣的人 都幾乎不可能是 賣財的 因為你可能還要放個兩三天 讓人家拜拜 才會變黃 所以你買的時候 其實是 稍微一點點偏黃 一點點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有一種說法說 鳳梨買回來之後 你是要逗逃栽是不是 其實鳳梨 因為它有這個 我們這葉子 如果你要讓它多存放 三天到四天的話 倒是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把這個葉子去掉 去掉 去掉 然後把它這樣反著 這樣子放 然後它的甜 它不是這邊很甜嗎 對 就跑下來 它會跑下來 它整顆就會是比較距離的甜 然後相對它放的時間 也可以再多放個三天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買回來可能沒有馬上要吃 你就先把這個 上面那個唱場的地方 不是連著這個切 是稍微這樣子切掉就好了 現在我要感謝我們的製作單位 對 剛剛你要跟我們講 幾分鐘 幾度要烤多久 160度烤25分鐘 160度烤25分鐘 烤完之後呢 然後在裡面再 再讓它燉5分鐘 燜5分鐘 燜5分鐘 我們台語說讓它燉一下 燉一下 OK 好 好 拿出來之後呢 成品就長這樣子 成品就是這樣 很漂亮 那個 伊莉 這個吃完這個都好在東西嗎 營養 好 我說實在 這兩道都是甜點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胖的話 哪個比較胖 酥皮當然比較胖 酥皮油比較多 酥皮的油脂比較多 不是 可是那個酥皮 剛剛拿出來 就一塊薄薄的而已 酥皮之所以會酥 就是油跟麵粉疊起來的 而且酥皮有點麻煩 就是它會掉屑 所以其實相對 它裡面可能 凡是脂肪酸也比較高一點 那這一道 這一道的話 我很愛吃派 所以它其實做得小小剛剛好 對 不要吃太多 就小小的 那它這個其實幾乎都是用 新鮮的水果去做 對 我講的是量 量 它那個是不是吃了 會不會比我那個胖 會不會 說實際 妳那個才兩片而已 這個一大鐘 對啊 一大鐘 對不對 這個大概三個人吃差不多 把每個人大概分在三分之一 其實還好 我覺得這樣子的甜點 其實還滿健康的 是 對 不過今天我覺得 比較傷腦筋的是 我們的柯老大 因為柯老大就要用 兩個藝人沒有做完的食材 你想好了嗎 菜單 我們每次都給你出難題 很難 因為他們只有一個鳳梨 是 鳳梨 只有一個鳳梨叫我怎麼做 對 你要做什麼 我還是可以做 對 還有蛋殼 蛋殼不行 蛋殼拿去種花種草 好啦 你先 你想出來對不對 我想出來 我因為想做一個 比較流行的東西 就是你們會在夜市 可以吃得到的 好 是什麼 可麗餅 會用鳳梨做可麗餅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柯老大怎麼做 柯老大要運用順下的食材 他想破頭腦 來幫我們做這一道可麗餅 對 因為真的是太困難了 如果說做鹹的 你們兩個都做甜的 而且只有鳳梨其他都沒有 我們剩下一些檸檬汁 你是專業的廚師 是有上過央視的廚師 是到大陸常去工作的廚師 你拿一個什麼鳳梨醬 我還可以做個鳳梨苦瓜雞 對不對 關廟是不是常吃鳳梨苦瓜雞 不行 對不對 如果你弄個海鮮對不對 我至少也可以做個鳳梨蝦球 對不對 都沒有 他只會給你麵粉跟鳳梨 沒有 麵粉是我家 我家冰箱裡面的麵粉 OK 因為他們只留給我雞蛋跟鳳梨 真的 好 那你怎麼做 所以我就是把家裡面冰箱裡面的鮮奶拿出來 對 然後搭配雞蛋搭配麵粉 家裡一定會有麵粉的 對 因為家裡面平常就是乾貨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麵粉 然後冰箱裡面一定會有一些什麼 雞蛋之類的東西 對 鮮奶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然後記得其實它的比例 其實麵粉第一個一定是低筋 對 我們不要用高筋了 因為高筋 低筋麵粉都是在做甜點用的 對 因為低筋麵粉它蛋白質還要比較低 所以它比較會脆會酥一點 你記得一個原則就是說 它的水分越多 它就越酥脆 所以外面那個水分就會很多 然後如果你讓它膨 你可能就會加一些什麼泡打粉之類 像我們這個我就都不加 我都不加 我寧願就是口感差一點 無所謂 自己吃比較好一點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粉是1的話 對 水分是2 粉是1 水分是2 對 蛋也算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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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把這個粉拿過來 對 這個有塞過 就是你要往它塞一下 要不然它會結一粒一粒的 然後我們要把雞蛋放進去 所以雞蛋一般來講這個粉的話 我等一下要鮮奶 所以鮮奶進去的話 鮮奶是等於跟它差不多多少的 是 差不多多的 但是算克對不對 對 我們算克跟算稀稀素都可以 然後我們雞蛋 剛剛這是不是一碗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算一碗的量 了解 好 你看這兩顆還不到一碗 所以三顆 所以三顆才有一碗量 差不多一碗的量 所以大概三顆蛋 差不多一碗量 對 然後呢 你再把這個雞蛋放進來 跟這個粉一起全部把它調 全部把它調起來 那你就同一個方向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你要順著碗底 你就不要讓它起泡了 了解 你就順著碗底這樣把它加進去 慢慢把它加進去 所以只要我們在過時 還有糖水水 尤其是有雞蛋的時候 你不要讓它起泡 就是順著碗底就對了 對 順著碗底 你看它就不會起泡 如果說我們要做蛋花湯 要讓它泡的時候 就把它拿起來這樣 啪…讓它起泡 然後稍微這樣拌 然後把旁邊的粉這樣 把它慢慢的兜進來 是 兜進來以後 把它拌均勻以後 兜進來以後呢 你要讓它靜置一下 讓那個麵就鬆弛一下 是 麵粉有麵筋嘛 有筋度嘛 所以你要讓它鬆弛一下 放一下以後 它的筋度就會鬆弛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超像的 我們在外面吃可麗餅的 老闆倒下去那個麵糊 可是外面的是再水一點 對 因為它要賺錢嘛 它做比較水一點 對啊 你油倒進去以後 我們用紙巾抹一下 把它抹均勻 就是油不能太多 但是沒有油也不行 就是用紙巾把它擦起來 一點點 然後用湯匙 把這麵糊放在中間 這時候中火 中火 中火是嗎 對 放在中間 因為我們沒有可麗餅那根棒子 它有那根棒子很帥 那邊轉就很漂亮 轉一下就好 我們沒關係 我們放進去以後 我們用湯匙的底部也可以 這樣把它畫勻也可以 或者它水水對不對 對 我們就傾斜這個鍋子 讓它這樣 有沒有 這樣慢慢傾斜 慢慢傾斜 慢慢傾斜這樣子 瞭解 慢慢傾斜這樣 它就是魚的圓片狀 所以我們就不用沒台沒錢 去外面弄一個那個什麼 很想買一支 對 我很想買那個 那個畫那個超帥的 不是 你買那一支 你只有用可麗餅的其他也沒有用 說得也是 所以不需要 我們用湯匙就可以用 我們用湯匙把它畫圓 然後你就是小火 這時候火不能太大 你火大馬上就炒會大 了解 你就中小火這樣慢慢慢慢 然後你看它旁邊 開始有一點 好像要蓋起來 煎蛋皮也是一樣 你有經驗嗎 我有在做菜… 對 蓋起來 然後旁邊 因為我們剛剛有放置一會兒對不對 它有一點小發酵 就是那個麵筋鬆直以後 所以它中間會起泡泡 對 就像我們在做鬆餅一樣 對 會起點小泡泡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翻面 了解 我們就用鏟子來翻面一下 像我們就是筷子吐一下 直接拿起來就好了 來… 這次是用我們不沾鍋 煎出來的餅皮 真的不輸給外面那個可麗餅 顏色也很漂亮 你要煎薄一點 或煎脆一點就是水分 水分 我剛剛講過嘛 水分就讓它可以更薄更粗脆 了解 其實光這樣就可以吃 來一人吃一片就吃 厲害 光這樣就可以吃 你有調味對不對 沒調味我沒調味 因為等一下東西太甜 我幹嘛來調味 好好吃 我們在家做真的比較紮實 外面真的要賺錢都超飽 外面都鬆鬆的 外面要包一個東西吃 我們就在那邊聊天聊一小 這個也可以包鹹的 我覺得 不是太包鹹的 包鹹的 如果家裡有剝的 你包任何東西都可以 其實可麗餅本來就是一個 什麼東西都可以包的 對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 鳳梨 鳳梨拿過來 好吃… 像我們這種北部人 比較講究一點 就把這個新鮮拿掉 為了口感更好一點 了解 然後呢 稍微把它切片 切成小片這樣子 然後呢 隨便拿一張麵皮 拿一張麵皮我們把它 包進去 對…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呢 把它放著 三片這樣子 要不是為了健康 上面好像擠一點煉乳 沒有啦 我們擠封面比較健康一點 沒有 外面在賣都是擠煉乳 對… 一大堆煉乳什麼鮮奶油之類的 對… 但你可以 因為我沒有其他素材 要不然其他我本來可以 他們留給你的東西 就只有蛋殼 對啊 其實我本來想說 加一點那個生菜 進去 不好意思沒有 沒有菜 抱歉 對 然後你就是淋一點蜂蜜 對 然後呢 稍微這樣子把它 捲起來 捲起來一下 就像外面在賣的那種一樣 對… 然後就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不對 漂亮 很漂亮耶 對啊 然後用盤子把它裝起來 然後就可以這樣直接吃 是… 這樣一片一片多好啊 漂亮… 對啊 因為顏色又一樣 你看沒有其他顏色給我 真的耶 如果可以放一點草莓 不好意思 他們只有鳳梨 他們只有鳳梨 只有鳳梨 還好我家有麵粉 不過這樣看起來也很漂亮 好 富老大資料料理要學起來 不過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水果王子跟公主之稱 到底是誰會獲勝 到底是奶香烤鳳梨會獲勝 還是喬友姐的香酥鳳梨派會獲勝 待會兒要介紹 好啦 到了我們小朋友的 試吃跟評審時間 我們先是湯匙裡面這個 湯匙的喔 好 開動 兩個小男生 超可愛的 好 先是湯匙的 湯匙的這個 這小男生都沒什麼表情 不好吃對不對 好不好 好吃喔 他說不好吃 我說不好吃對不對 他點頭了 等一下… 好吃還是不好吃 拿這個 對啊 你看 好吃 好好吃嗎 好 Eric覺得好吃嗎 還好對不對 好吃喔 他們說好吃耶 好吃喔 好 等一下吃姐姐的更好吃 真的喔 好 那我們換吃喬友姐姐的好不好 吃這個盤子裡面的這個 甜甜的這個 香酥好吃的 吃下去還烤烤烤烤的 好不好吃 派皮好胖喔 我不敢吃 有沒有好吃對不對 Eric真的 太棒了 小朋友對派皮好像滿喜歡的 OK喔 都吃囉 好 那我們就請 伊莉來幫我們預測一下 好 我剛剛其實 吃了水果王子做的這一道 我覺得它其實濕潤感很夠 是因為它通心麵 它剛好有釋出那個水分 還是怎麼樣 牛奶 牛奶 但是它其實 然後水果的香氣是有出來 但是真的不甜 吃了水果王子做的這一道 我覺得它其實濕潤感很夠 是因為它通心麵 它剛好有釋出那個水分 還是怎麼樣 牛奶 牛奶 但是它其實它整個就濕濕的 然後水果的香氣是有出來 但是真的不甜 它主要是靠水果裡面的甜味 在帶出那個甜的 所以它其實是不甜的 然後另外一道其實完全就像 外面那個甜點店在賣的酥皮 完全是脆的 完全是甜到一個極限 所以如果小朋友喜歡吃甜的 我猜那一道應該會贏 真的喔 對酥皮的部分 我比較認為酥皮會贏 真的喔 對 因為酥皮 因為酥皮多了奶香 是 小朋友喜歡那個奶香 而且酥皮的油脂很多 小孩子會喜歡那個油脂多的東西 而且咬下去脆脆的小孩子 對… 那個一定沒有辦法抗拒 真的喔 好 馬上要到我們投票時間囉 好不好 Eric已經都吃完了 Eric請來幫我們投票 第一個吃的是右邊這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脆脆的那個是左邊的這個 好嗎 好 那請投票 你知道為什麼他投他嗎 因為他剛剛跟我講說 他不喜歡吃甜的 他是一個不愛吃甜食的小孩 那妳剛剛還跟我說好吃 他都說都好吃啊 但是如果要他選一個 他是選比較不甜的 因為他剛剛說太甜的他不喜歡 這麼小就知道養生了 但是喔 養生知道就對了 但是喔 另外一個小男生 Steve說他喜歡吃甜的 那我們就看看他會投誰囉 好 來 Steve換你投票 你決定了嗎 第一個吃的是比較不甜的 是這個 然後甜甜的是那個脆脆的 好 投票 看吧 哇 而且愛吃甜的 好棒喔 就投甜的 對不對 接下來換 萱萱先來好了 萱萱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是比較不甜 有面面的 對 有那個QQ的面面的 然後左邊是脆脆的 好 好 這個吃起來長久不會趴 沒有 一個脆脆的很好吃 好 去投票 好 這樣一直無法走 對 小女生喜歡甜食 對 好 最後就看 糖糖會投誰 最後這個 妳看她的身材就知道 她不喜歡吃甜的 真的假的 對 糖糖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我覺得她有點不知道 等一下...妳喝醉是不是 妳喝醉 右邊的是有面面的 第一個吃的 然後左邊那個是很甜的那個 重點是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妳去投票 不是喜歡甜的 小朋友 兩個女生都投甜 女生真的是 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小時候也很愛吃甜 但是因為後來長大之後知道說 比較健康的觀念 對 那妳幹嘛做那麼甜 沒有 那因為 因為她心機很重 不是啦 不是 因為派還是要有點甜度 是 它才會好吃 沒有啦 重點是因為酥皮 你在酥皮啦 酥皮就很香 對... 對 好啦 你那個男生就讓女生嘛 師兄讓師妹嘛 我剛剛就叫妳 她大氣一點 把那個糖整個倒下去 妳就不相信我 對 她還這樣說 我這個糖養生 來個一點點 就輸掉比賽 因為我相信 我們那個屏東的鳳梨很甜 真的喔 怕太甜 沒想到有點酸酸的 還人微酸 對...好 不過今天很開心 因為喬喬姐 新發的專輯 所以我們今天要唱哪一首歌曲 主打歌 嚕姐的一星 好 最後我們來聽聽 嚕你的一星 歡迎喬喬姐 聽聽聽聽很禍 美 美看 Pain chant 愛お listen 我的心 咬咬嘴 我的人 我的心 煩惱 感慕你 是命中 作無人 代替你 啊 想你 作愛的心的你 讓你 回來 吻心 我的人 我的心 煩惱 感慕你 是命中 作無人 代替你 啊 想你 作愛的心 希望你 回來 吻心 啊 想你 作詞 啊 想你 作詞